我只要给他找一间好学校 就可以把他叫好了 这个认知是不夺当的 很多当父母的人 都把时间经历 甚至于是金钱 都放在说 我找一个学校就万事OK了 所以对事务 正确的认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认知错了 可能你努力的方向 不一定正确了 努力有结果 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你努力必须是正确的方向 你假如 想着找一个好学校就好了 那就变成了舍本逐末 这个成语我们应该数 舍本逐末 本末倒置 那我们现在在思考事情 有没有看到根本 就好像我们都在修行 修身 什么是本 心是根本 我们每一天 重点是看自己的起心动面 还是看外在的人事物啊 那就再检查我们有没有 看根本 孝敬是根本 孝庆尊师是根本 那我们有没有 把修行用功啊 用在孝庆尊师上 还是只有用在我一天念几身佛号上 念佛啊 也是要把真心念出来啊 不能是修行 修在枝末上 修在相上 看一个人有没有进步啊 看孝敬的心有没有提升啊 不是说念佛 念多了就能提升了 假如念佛的时候心是散乱的 念再多啊 散乱心在增加了 所以你不从根本啊 有时候修着修着 自己越来越分别执着都不知道 越修越分别 越修越执着 像念佛 我念对了 心就越来越清静了 假如我的烦恼增加了 那这个念佛 不得力了 下连居老居士啊 有四个字啊 说清夫雅士 你不能清夫了 忽视了 忽视什么呢 忽视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 这个忘念都在 起作用 以前祖师说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 也枉然 比方我们念着佛 在想过去的事 在担忧未来的事 嘴巴都在动 声音也出来 但是念头在往外跑 比方说无量受尽 我们念得很俗烂 然后念念念 嘴巴还在动 在想其他的事 那我们的心 因为在想其他的事啊 就会增加分别之作 对啊 我们一直在想那些事嘛 想那些事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起伏 学如逆水行舟啊 不净则退 我们念佛越来越得力了 分别之所就慢慢减少 我们虽然念佛呢 但是妄念 都在起作用 那我们分别之所也不会减少啊 所以修行啊 师父领境门 修行要靠个人 自己要检查 以前在学校读书啊 有人帮我们检查 是吧 要有月考啊 要断考啊 看看我们学的情况啊 现在修行呢 没有经考老师了 所以说师父领境门 修行得靠个人 那假如你有福报啊 遇到一些同参道友啊 善有为依 依众靠众 因为有时候修行啊 当局者迷啊 旁观者轻啊 我们有一个同仁呢 同事都告诉他 你有点傲慢了 他听第一个人讲 这时候我哪有傲慢呢 其实我们就要觉得 我哪有傲慢呢 可能我们就有了 就不够谦虚了 人家提醒了 要思考思考了 观察观察了 那后来呢 两个三个四个同事跟他讲了 他想哎呦怎么这么多人讲啊 自己在观察观察 自己真的有傲慢 所以看自己不容易 所以地址规是扎根的经典 我们刚刚说根啊 本啊 这些句子都很重要 君子物本 那 地址规当中跟我们说了 闻过怒 闻欲乐 损有来 亦有缺 闻欲恐 人家赞叹 没有没有 我没有这么好啊 城坊城坊已经过了 进入六月了 大家觉得快不快啊 好快哦 这2023年才刚来 怎么快一半过去了 所以我们念 四日已过啊 命意水减啊 现在感觉起来 四年都过半了 这个四年已过啊 尤其成年以后啊 这一年一年过啊 越来越快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小时候啊 读小学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年比较长 因为都在等 怎么那个拿红包的时间还没到 就很长啊 一直在盼啊盼啊 诶 诶 成年以后 越来越快 就提醒我们了 一年很快啊 我们没有太多个一年 不能再浪费了 不能再蹉跎了 那五月刚过啊 诶我们想一想 五月呀 有没有哪个亲戚朋友提醒我 哪里有错 哪里有不足 有的请举手 有的请举手 请放一下 你们是有福报的人 福在受见 哦 人家肯劝我们 我们肯听啊 少走弯路了 假如想一想 哎呀五月好像都没有人提醒我呢 那只有两种情况啊 一种啊 你快是圣人了 是吧 快是圣人了 没什么过了 所以人家没有提了 哦 一种就是啊 人家 不敢给我们提了 我们每天也讲很多话 每天做很多事哦 每天讲 几百上千句话呢 哎 有没有哪一句说错了 哎自己有没有观察到 哎那一天 哎那一天 啊 成德 他好 啊 住在一栋房子里面 我们租的 结果呢 热水炉啊 坏了 没办法洗澡啊 哦 可能前辈子啊 让人家没水洗澡 你看这一辈子 夜暴现前 这个时候不能抱怨哦 不然又照新秧了 随缘消旧夜 逆来 顺受 这个夜就爆了 哎 结果好几天呢都没来 哎 哎 后来 哎 有来看呢 哎 我们有一个同人呢 他就说了 嗯 他们不是真心想要修好的 他们可能有他们的什么考虑 考虑 就 才开始 推测这一件事情 我就提醒他了 你看他讲话 哇他讲的好像他人生的一些经验哦 说你这些话 用心不对了 好 因为你这个用心呢 就在怀疑别人了 嗯 别人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要来 占我便宜的 我跟他说 孔子说的 不逆诈 你不能在那里想着 哎 他会不会来欺诈我啊 不义不信 他会不会不索我的信啊 因为我们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啊 是在怀疑他人 老和尚有说啊 好 最傻呢 就是把 烦恼垃圾啊 放在自己 纯净纯善的心中 是吧 你看我们起这个念头的时候 自己的 纯净纯善的心都受污染 所以中华文化 他怎么去了解事情 他用真诚心 你就很容易了解事情 而不是去揣夺 去怀疑别人 你面对境界是可以清楚的 而不是在那里乱财 而不是用你以前的经验就马上去论断 因为有可能你会论断错了 他就说他不是真的要把我们修好的了 结果人家隔天就修好了 我说你看你讲的不对了吧 我们有时候会说错话 结果我就跟他说了 你看就是因为热水坏掉了 那个老板来跟我坐在一起 他夫妻先生坐我左边 太太坐我右边 我才能跟他讲佛法 是吧 热水系好了 我根本见不到他们了 那大家想一想 热水系坏掉是好事还是坏事 请问是洗不上澡重要 还是让人家听佛法重要啊 你们是爱要佛法 善根生活 而且你们是自己牺牲一点没关系 让众生得利益就好了 你换另外一个角度讲 真的是这样 热水系没有坏掉 然后我就见不到他们了 结果一聊 那个屋主啊福报很大 耳朵很长啊 聊完之后隔天还 隔两天还带朋友来听歌啊 他本来就善根就很好 后来还说要请我吃饭啊 我看下次吧 但是你看就结了圆了 其实有一些事情明明中啊 可能有另外的 因缘考虑在里面 我们往往是太快就要下判断 太快就要先是这个 老丑的心了 一产生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说不定这件事是 有另外重要的因缘要发展 你先起一个倒霉的心啊 你在处理这个事的时候 可能就处理不好了 本来可以有殊胜的缘出来 可能就被我们这个分别性给搞砸了 是吧 因为你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 就开始 心情很不好脸就很臭了 你假如静缘无好丑 事事是好事 就一张笑脸 法缘就出来了 假如我很不高兴了 这个老板一出来 你搞什么鬼啊 这么多天了 我怎么跟他讲佛吧 哦 那还是有他的原因的嘛 什么原因 因为最近啊雨下的少了 地下水水位下降了 他那个漆气刚好空转 就烧坏了 人家根本也不是不留心了 这种情况他以前也没有遇过 所以处事啊 还是要多宽恕包容别人 以学吃亏一言虑极啊 老儿章有说过 学佛首先学吃亏啊 大家有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假如没有哦 那是挑着学哦 这一句我要 那一句我不要 这一念心是什么 用分别执着心啊 对待老和尚的教导呢 明明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结果心是什么 分别执着在增长 所以要会修行哦 老和尚常常讲的 什么叫修行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不起心不动念比较高了 这个我们到极乐世界在修了 见到阿弥陀佛何愁不开悟 这个我们不着急啊 这个去了再修啊 现在修什么 不分别不执着 我们遇到老和尚这么好的老师 我们还在这个我不要 那个我要 那不是分别吗 应该要老实听话 匆匆都听啊 不能挑啊 今天大家中午吃的 吃的饱吧 吃饭是不是修行 是不是 吃饭假如不是修行 有没有 那你吃饭的时候 用功就中断了 功夫就断了 所以佛门 一进灾堂 十存五关 代表吃饭也是修行的 寄功多少 量比来处啊 你吃一餐饭啊 好多行业在服务我们 每一样菜 农民种 还要人家中间商 运到城市来 我们再吃了 所以弟子归说 对饮食 物减则 没有减则你就没有分别自主了 今天煮什么就吃什么了 假如偏食挑东挑西的 这个分别自主性就增长了 所以我们是 会修啊 是在境界当中 要把分别自主 能够慢慢减少 好 所以老上讲的 学佛 首先学吃亏 学佛首先扩宽心量 本来不能包容的人 现在可以包容了 这个就是扩宽心量 所以我们学佛 首先学佛的心量 佛的心量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是我们的心去做佛 直接了当啊 学佛的心 所以老和尚为什么 建议我们早课念 第六品 八大寺院第六 用意在哪 我们随文入关 阿弥陀佛每一个院 随文入关 我们的心慢慢的也跟 四十八院怎么样 相应 这老让的用心 好 所以 以学吃亏一眼律己 以怪不得三智待人 哎呀怪不得他会出这个情况 原来都有他的原因的 你就不会跟人计较跟人对立了 好 那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我们不能舍本竹末 本末道次 我们要习惯了 看到什么 思考什么 都看到根本上 这是一个习惯了 好 所以了凡事去你讲到了 改过 有从事上改 事是之末啊 有从理上改 有从心上改 心是根本的 好 了凡先生还比喻了 比方说这一棵是毒树啊 你从事上改的 哎呀这个毒叶子 会害人摘毒叶子 你东边摘了一些了 他西边又长了一些了 速度太慢了 哎 怎么办 如斩毒树 直断其根 从根去掉了 叶子都没了 害不了人 好 那 这是从根本 好 这个 有一个医生呢 跟承德 说到了 看到 一个小孩 没几岁七八岁 身体有问题了 长东西了 大家想一想啊 一个孩子 才七八岁 他身体出状况了 什么原因啊 身体啊 是念头相续啊 产生的相偶 念头是心变现出来的 一切法 从心向神 所以他身体有情况啊 是心理造成的 好 后来这个医生诊断了 这个孩子呢 干瘀得很厉害 就是他心事很多啊 心理很压抑啊 一般来讲 七八岁的孩子是什么 天真无邪 应该是很快乐的 为什么他还长这个病 这个医生跟我说的时候啊 他也在流眼泪啊 为什么 因为他想到自己了 他说我之前呢 都忙工作啊 对自己的孩子很忽略了 他说这一件事啊 来不及了 很遗憾 大家想一想 来不来得及啊 亡羊补牢 由魏婉矣啊 精神所至 精神为开 虽然你的孩子 现在是成年人了 可是你真的诚心的话 可能他 心里面那个心结啊 还是可以化开的 好 任何事情呢 只要有开始 都不会嫌晚 我看你们的表情 好像不大相信了 你不相信了 这个念头就会是障碍 金刚经说 信心清静 折身死相 信心很重要 你信心清静 你就是真心 你所遇到的家庭情况啊 你所遇到的事情是医报啊 随着什么 随着正报传 好 那 这个医生 他留下的这个遗憾呢 其实 他曾经现前 还是可以弥补的 再来啊 他自己曾经 留下的遗憾呢 一转就变成菩提心了 转烦恼 为菩提啊 我们 很心痛的事啊 一转 我劝别人啊 不要像我这样 所以 他看这个小孩 小小年纪就生这个病了 他就抓住这个机会 劝父母 因为他是医生了 他都有经历过 所以他讲了 人家能接受完 好 你今天当妈妈 或者当爷爷奶奶 你看他小孩生病了 可能他 心里啊 有情况啊 我们会这样思考吗 这个就是从根本上思考式讲的 我们其实不是很习惯从根本上思考式的 我们很容易着相啊 哎呦 这里肿起来了 哎 这里贴个药吧 眼睛 有情况了 看哪里啊 看眼科 其实啊 其实啊 肝开窍于木啊 眼睛有什么情况呢 可能肝出问题了 长期熬夜 这个肝消耗太厉害了 我们可能不会去看肝 所以我们听经文法 啊 让我们看事情啊 能够入目三分了 不过看到表象上而已了 好 那一天呢 我跟 同学们谈到啊 司长老人家说 面对境界要清楚 嗯 大家有没有感觉啊 比方说我今天 遇到这件事了 我感觉我搞不清楚状况 哎怎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不清楚 那这个就不是在学佛的状态 你看佛是什么意思 是觉 哎 在哪里觉啊 在看清 看自己清楚 看别人 看事清楚 今天我们看人看不清楚啊 我们怎么帮他 是吧 孩子的坏习惯出 问题出在哪 不知道 那 那他的坏习惯会增长哦 跟 大夫治病一样 他没有找到病 那这个病会拖延了 那身体的病拖延会严重了 心理的毛病拖延了 那他也会 假重啊 所以 谈到了 面对境界要清楚 后来啊 就有一个 同修举手啊 他说法师啊 请问怎样面对境界才能清楚 哎 他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 好 诸位忍者啊 啊 承德刚刚说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有没有人想问 面对境界 面对境界怎么清楚啊 假如 我们没有问啊 那就两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 我知道面对境界怎么清楚了 第二个情况呢 东西啊 没有习惯思考 是吧 哎 哎 不然 面对境界要清楚 我不明白了 说 我就会问了 所以 弟子规每一句其实都蛮重要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 你看 文欲恐 文过兴 质量事 渐相轻 很重要 心有疑 谁杂记 救人问 求却意 这个都要养成习惯 好的习惯没养成 那个坏习惯就一直做主了 所以要主动问 学问学问 要学着懂得问 好 那承得自己 刚好有机会 可以清静到老和尚 听老和尚讲经 听完 老和尚一讲两个小时 听完了 要坐久了 散步 我们跟着老和尚散步 那要停一段时间 因为讲两个小时 比较好气 等过了半小时以上 我刚刚听了两个小时 我刚刚听了两个小时 有哪里听不懂 就要问老和尚 我不能打包 这个习惯要养成 我也很感谢 我也很感谢 刚好是当时候要去考老师 我本来是学computer的 大家看得出来吗 我是不务正义 我是学非所用 其实我是不适合去读那个科系的 但是那个时候就想 以后读什么比较好找工作 那真的读这个出来都是很吃香 找工作很好找 但是读着读着确实不是我的兴趣 后来我就没有往那里走了 那这个当时候决定考老师了 离考试时间四个多月而已 可是考试科目有十几科 所以我一算时间很短 所以每一堂课讲的内容 我都要完全吸收 因为我可能没有机会再看了 也没有机会再听老师讲第二遍了 结果 当老师上完课 我有疑问 我一定要跑去问他 后来发生了一个情况 补习班的老师 跑得比我还快 我追不上他了 因为他一上完课 要赶上去 哇 没人可以问 怎么办 灵位成功找方法 老师问不到 观察一下 这个班上哪个同学 学这个学得最好 你去请教他 所以我 就是我只要听完我就要全部吸收 不打包的 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习惯很重要 那成德上完课 有时候 有时候刚好 身边的同人 我们上完课坐下来 刚刚讲了一个半小时 刚刚讲了一个半小时 你刚刚听了 有没有体会到什么 结果他们摇摇头 没有 那这我就很有问题了 讲了一个半小时 都没有给人家一点启发 那这个我 我要检讨了 其实呢 一个半小时 谈了几个点 几十个点都有啊 有没有 有哦 那都没有人问我问题啊 代表什么 他几十个点 通通都消化吸收了 是吧 不然可以提出来探讨啊 他都没有提出来 那只有两种情况 一个全部吸收 一个 葫芦吞枣 消化不良 甚至也吃了 没消化 所以这个 我们学习的状态啊 这个要自己检查 有没有 余力学文啊 地主规这一段经文 通通是在指导我们 怎么学习的 这个都不能 忽略掉 我们都读无量寿经 请问大家 读无量寿经啊 要不跟阿难学什么 但问啊 他也善于配合啊 是吧 他跟佛陀配合啊 这无量寿经才出得来啊 那请问大家 你们出去的时候 懂不懂得配合丈夫 懂不懂得配合领导 懂不懂得配合老师 诶 诶 这个是在境界里面 要懂得配合的 你看小时候 我们跟爸爸出去的时候 要会配合爸爸 你跟爸爸出去找朋友 你讲的话比他还多 那就是不懂分寸 我们跟领导出去的 我讲的话比领导还多 到底我是领导 还是他是领导 都要懂得境界上 我们要怎么应对配合 你看阿难尊者 我于此法实无所谓 但为将来众生 获出 这个疑惑 故发思问 你看他是为将来众生 问的 你看他 他很善问 那我们读了无量寿经呢 我们有没有在 比方说有一个机会 来带别人问问题 大家有没有 带别人问过问题 假如没有 那无量寿经没有用出来 是吧 所以随闻路观 所以随闻路观 无量寿经这些教诲 要变成我们的心境 变成我们的态度 所以读无量寿经的人 不能退缩 不能没信心 因为无量寿经说 因为无量寿经说 人有至心求道 就跟你的灵魂没有分开了 就跟你的灵魂没有分开了 所以入心很重要 为什么用随闻路观 观照 好 所以刚刚 跟大家提的这一个情况 我们引了老婆上说 面对境界要清楚 他马上提问了 怎样面对境界才会清楚 以前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他突然一问 问得好 我要先赞叹他 然后我自己赶快念头 看有没有灵感 你不能人家一问你问题 没有人问过我 怎么办 我会不会回答不出来 这个心啊 自己一乱 你本来 会的东西就不会了 大家有没有经验 要去考试的时候 很紧张很紧张 然后本来觉得 这个我会的 怎么我解不出来呢 那就是你一紧张啊 状态不好 你心一定啊 用平常心去考试 你就考得好了 你用平常心去处事待人 你就会处理的很好 你用得失心去处理事情啊 就会处理的不好 所以道在平常中呢 平常心很重要 平常心很重要 平常 平等 那他一问 成德就跟他探头了 我们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有一个词 叫净水照大迁 净水啊 你看这一潭湖水 没有任何波浪 没有涟漪 你仔细看啊 周围的树木啊 都印在上面清清楚楚 甚至于天上的云呢 都印得非常清晰 因为他没有波动 所以我们的心很清净的时候啊 你看这些事 人世就清楚了 你心很乱的时候啊 就看不清楚 所以要让自己的心呢 越来越清净 这样面对境界 才能清楚 其实啊 就是你的心 是真心 你面对境界就会清楚 比方 你很真诚 我们说 真诚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真诚 至诚感通 中庸说的 至诚之道 可以前之 你很真诚的时候啊 很多事情啊 你能够 体会 能够明白 甚至人家还没有讲 你就体会到他心里在想 所以这个洪一大师 是 他挑隔岩连臂的精华 编成了隔岩别录 这个书啊 很值得看 弥医大师说到的 工生明 你大工无师啊 看什么事情比较清楚明白 你一偏心了 你一偏心了 有失心了 就看不清楚了 有失心了 或者有偏心了 这个人我喜欢 那个人我讨厌 你处理事情就不清楚了 所以 老和尚说五心啊 你看真产 你能清楚 清静 你不自视 能看清楚 你对人平等恭敬 你才能看清楚 所以工生明 成生明 真产 你看才会清楚 从容生明 从容就是你的心很和缓 假如你很急躁 你也会看不清楚 我们心一乱的时候啊 找东西找不到了 甚至于会把东西都给摔坏掉了 你很乱 你会不清楚的 崩 则不必于施 不会被施心给蒙蔽了 其实我们本来是面对境界是清楚的 真心是我们本有的 我们现在被分别之所给影响了 成则不杂以为 我们真成呢 就没有夹杂虚伪应付别人了 从容啊 从容啊 不遥于户 因为人心一乱呢 就会比较混乱 混淆 你看不清楚 那我们不是来背这一句话哦 背只是知识哦 我们要用这一句话 我们要学着 处理事情 大公无私 真诚对待人 我们一对哪一个人有成见呢 我们对他就不真诚 你对他不真诚呢 那你跟他的缘就会不好 不好 人家 对我们态度不好 我们还是很真诚对他 慢慢的就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 人之初 信本善满 为什么他一开始对我态度不好 前世的缘不是很好 但是可以转 假如他对你不好 你也对他不好啊 那就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我曾经跟大家有提过 我曾经在一个单位服务 有一个同仁呢 他人格特质很正直 但是有时候正直的人呢 他讲话会比较慷慨激啊 你要能体会到 结果这个领导呢 一遇到慷慨激昂 他没有去感受到 他是为团体想 他只觉得哎呀 你这个态度很不给我面子 就对这个下属有成见了 他提的很好的意见 他都不采取了 你不真诚了 他明明是为团体好 你也看不到 结果搞到最后 团体变两派了 一个支持领导 一个反对领导 团体会产生分裂 是一个现象 关键在哪 不能只看到这个现象 关键有可能是当领导的自己 对待人分别 没有一视同仁呢 最后就搞成这个局面了 甚至于是不懂得 用正直的人 你不懂得用正直的人 就很多拍马屁的人 就到你这里来了 那个好人 你都把他当 找你麻烦的人 所以我们团体的情况是 依报 随着什么 随着领导人的心在变 所以有时候下属出问题了 你不能只是在骂下属 有可能这个问题的根源了 在我身上 将帅无能 被泪死千军了 这个我是很有经验的 因为我干过这种事情 还干了不少了 你比方说团体要有规矩 我从小就被人家叫烂好人 有个团体的规矩 人家走后门都走到我这里来 搞到大家就很累了 你比方 截止了 不能再报名了 结果人家找我走后门了 我心里就想就一个人而已嘛 其实有可能一个人 比方说人家那个名单 名牌什么的 全部重写了 那个工程是很大的 你没有去做过那个事 你有时候就不能设身处地人家实际的工作了 所以这个领导者的心念呢 会呈现在团体里面 所以功 声明很重要 真诚 不能对家人啊 同事啊 产生成见 你说他真的有错啊 有错我们的心就是 帮助他改过嘛 你干嘛把他的过放在心上干什么 放在心上 你越看他越不顺眼 那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学传统文化 学佛 最重要的 首先相信 一切众生皆具 如来智慧得相 大家相不相信这一句 相信哦 你假如相信啊 你就没什么烦恼了 假如上个礼拜还有烦恼啊 还不够相信 因为我们生烦恼 见人家过了 假如你相信他有如来智慧得相 你就不会见他的过了 你只想着什么 他是佛呢 哎呦 赶快帮助他 怎么改掉 哎 因为你相信他是佛吧 他那些坏习惯 不觉本无啊 假的 本觉本有是真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心去对待自己的孩子 你始终相信他 就会给他很大的力量 我们当老师的 至始至终 都相信了孩子 但是 人之处性本善 有如来智慧得相 你光看他的眼神就可以给他力量 你们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遇过 你们有没有遇过 人家看你 然后给你很大的力量 有没有 你们都没有 假如都没有 那要结善缘 要光线 就是 我就会遇过那个老师很心愣 那个眼神就留在我的心里 每一次我要退缩的时候 我就想不能让老师失望 就会有力量了 就会有力量了 好 这个 功声名 成声名 从容声名 那我们学完这一句了 我们就死死真诚待人 大功无事 还有时时提醒自己 心不能慌 要保持聪拢 所以 古圣先贤说 微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浮躁之气 第一功夫就是 你这个功夫没有下了 你后面就伸不上去了 就好像你一楼都没爬 你二楼三楼就上不去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 微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浮躁之气 有没有听过 假如有的话 有没有下这个功夫 那假如没有 那听是听 做又是另外一个了 那又拆成两节了 佛法是不恶法门 我们都把它拆成恶了 就进不了门 他弟子会说的 不立行 但学闻 你学跟行分开了 长浮华 成何人 都不到好处了 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 解行相应 我们今天提了 习惯了 看事情要习惯看根本 也是习惯了 懂得学智慧也是习惯了 我们不解行相应 那我们的学习习惯就变成 只是寄东西而已 还是知识性的学习 那我们假如很强调解行 那这一句 我一学第一功夫啊 想得福造自己定 那我从此刻开始 要关照我的心 不能让他福造了 不能让他着急了 我有遇过很着急的人 他一见到我就说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着急 你看 这个代表什么 别人都得顺我 我就这么着急 你多担待 这样的态度不对的 修行是什么 恒顺众生 是我们能顺众生 不是众生的人 是我啊 我们的心啊 要跟经典相应 其实经典 就是知道我们用真心嘛 禅是佛心嘛 经是佛语嘛 从佛的心讲出来的嘛 既是佛的行为嘛 其实都离不开佛的真心嘛 好 那 好像上一次也跟大家提到 相应很重要 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佛啊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所以念佛不是数目多少 念佛最重要是什么 相应 那我们今天要去极乐世界 那我们跟极乐世界相不相应 你完全不相应 背道而死怎么去啊 你总要几分相应啊 这个叫平到街上 这个叫平到街上 我们看电视都有经验嘛 我们法兰克府的电视有几个频道啊 哦 台湾有超过一百个频道 哦 好 那你 你今天要按下去接通了那个 那个频道就现前了嘛 是吧 这个有帮助我们了解佛法 好 请问大家极乐世界在哪里 当下哦 我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没有接通那个频道啊 极乐世界骗一切助我 他是法性徒 你在海贤老上说 他见老佛也见了好多次了 哦 当然我不会嫉妒他哦 我以为我不只是羡慕他 我要效法他 这个心态很重要 哦 你看莲芝大师也是 他要往生的时候 我已经第四次见了 他平到街上去了 这叫生则决定生了 哦 那 我们读《无量寿经》 你看一开头 大教 一开头 得尊普贤第二 就告诉我们什么 极乐世界 贤共尊修 普贤大师之德 是吧 这一句大家有印象吧 那读完这一句要干什么 读俗就好了 你要落实普贤行啊 这样叫频道相应啊 我们的行为跟普贤实验都不相应 怎么去啊 所以我们的心形都跟普贤实验相应了 就解通了 那这个普贤行就横顺众生了 就好像你按那个频道 一按就通了 所以以后大家 都要接通四十八号频道 四十八号 五贤行十 五贤十大月一打开四十八月呢 要把频道接通 不然就是跟自己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机缘过不去 就把这个机会给丧失掉了 那什么时候还遇到 还要再过无量节了 那太冤枉了 这一生一定要成就要往生 所以普贤实验是 我们处世带人的标准 所以要我们横顺众生啊 不能众生都来听我的 好 那刚刚跟大家举的是隔言别录 这一段话就迟到我们 明就是清楚 你面对境界怎么清楚 另外啊 夏连居老居士也有一段 我早上也跟大家稍微提了一下 处世时处理事情呢 过然而大功 你看大功无事 勿来而顺应 事已过勿留置 事未至勿将也 就是我们的心啊 不要常常想过去的事 不要常常担忧未来的事 你的心常常都 过去烦恼未来烦恼 现在烦恼 你看事情能清楚吗 你的心就是乱的 怎么可能看事情会清楚 所以人要看事情清楚啊 你一定佛号要越来越多 因为你佛号多了 你的妄念就少了 忘念少了 心才会清清 念佛很重要 我们佛号越来越多啊 想把事情处理好啊 我看不大可能 所以 这个过去勿留置未来勿将也会 坦坦荡荡 所以怎样的人 面对境界清楚 面对境界清楚 不做亏心事的人 一做亏心事 常常在那里 哎呀 会不会被人家发现啊 那你的心就不清澈了 你看事情也不清楚了 所以坦坦荡荡荡 见空很平 你的心常常是清净 空 空才会灵啊 心里常常有事啊 这个心就不灵啊 这是用第一念 就用真心 可是我们的心有计较人我是非 你看识就不清楚了 或瞻顾得识 你得识心很重 你看识也不清楚了 或迁于感情 你常常感情用识 意气用识 你处理识就不清楚了 所以你看主师都指导我们 怎么处理识才能处理好 还有啊 这个慈悲 我们看识才会清楚 就是你念念都为人家想啊 你就很容易了解他的状况 你能体恤他的情况 我也常跟大家交流到 你清楚你孩子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你清楚学生现在在想什么吗 假如我们不清楚啊 我们现在跟他讲的话 气他的鸡吗 不是讲经的时候要气你气鸡呢 跟人沟通的时候都要气你气鸡啊 我们跟孩子讲话不气你 你就误导他啦 你不气他的鸡 他可能 听了觉得 哇妈妈好啰嗦哦 那就适得其反了 所以 假如我没有理解到他的心的状况 我的嘴巴就一直动啊 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忍不住要讲话 代表我 我有火气啦 我今天非得 骂得痛快不可啦 那个就是随顺情绪啦 在讲话的 不是很定 不是很理智的 因缘没到一句都不说 这个才是面对境界清楚啊 他对我信任还不够 不能讲 就懂得判断啦 我们有没有经验 哎呀我要讲错话了 那这个就没有判断清楚了 佛法真的很好用啊 我们用心去体会啊 就能用在生活中 佛法有一句话讲 万法因缘深 大家听过吧 好那我请问大家 你遇到的哪一件事情 不是因缘 那既然每一件事都是因缘啊 那我们懂不懂得观察因缘 所以当你懂得积累自己 观察因缘的经验能力 你也会面对境界很快就能判断 假如我们每一天就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就没有经一世长一次 我今天 人家找我帮忙啊 我这也是我的境界啊 我得要清楚什么 我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啊 我得了解我自己啊 客观状况 度得量力 是吧 我得清楚啊 现在的形式啊 审视 还有责任 你今天 这件事是你负责的 你要清楚你用的人 对不对啊 你用的人不对的 这一件事情就黄啊 本来是件好事 结果搞坏掉了 所以群书是要 知人善任的句子好多啊 你当领导人 你要知人善任 你用错一个人 因果很重啊 你把事给搞坏了 那我们也要养成习惯了 遇到是因缘具不具足 因缘哪怕不具足 你也懂得 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因缘 让它具足 而且你不会超之过急 因为你太着急了 会适得其反 所以真正懂得看因缘的人 他会客观去看 好 那这个是 你看一句佛法 随时可以用 我们再跟一个人讲话 你从他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接受度 他假如眼睛发亮了 你就可以继续讲 他假如眼睛已经这样了 你就缓一缓 这个都是缘啊 你不能讲到最后人家很反感了 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其实他的脸上就告诉我们了 不能攀缘 那像陈德自己 我刚好有姻缘了 三十岁出来 分享传统文化 也负责一些事 当时候也是没有什么阅历 很多事也是处理不好 可是 心里很难过 我本来来是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 把事给搞坏了 那我们有这个 惭愧内疚的心 我们就会对待每一件事 痛定是痛 同样的情况 不应该再出现了 所以当我们对事恭敬 我们希望以后不要再犯 那我们积累人生的阅历 就会快一点 你有可能 四十岁看起来就 少年老成 有些人都五六十岁的处理事情 荒腔走板 关键在哪 关键在 他没有 恭敬人 爱护人 他假如恭敬人 他就要总结这些经验了 不要再犯那些错 所以你看 我们刚刚聊的这些 都是让我们 面对境界 能更快清楚 我们清楚了 就能在境界当中 自利利人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余至善 明明德 叫自觉 自爱 清明呢 叫爱人 觉他 自觉觉他 儒家跟佛家讲的都一样 所以在什么时候自觉觉他 你面对境界清楚的时候 你就知道怎么在这个圆当中提升自己 怎么在这个圆当中帮助他人 所以师长讲了两次望尽还原观呢 其中 内容最多的就是菩萨士德 菩萨士德 第一 随缘妙用 随缘 每天遇到的都是圆 随每一个圆 怎么样 妙 妙在哪 面对境界清楚 面对境界不清楚 就不妙了 你只要用真心了 就妙得起来了 所以你面对事情 你一慌就不妙了 面对境界你一生气不妙了 自己都落了 还让人生烦恼了 所以我面对境界我真诚 我清静我慈悲就妙得起来了 我念念为他人想 誓有百折不恼之真心啊 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 你帮他的心都没有退啊 你这一念心 跟佛菩萨的同体大悲一相应啊 他们一架持你就有灵感了 妙用用在哪 用在自己在这个圆当中提升呢 自受用 你用真心了 别人得利益 他受用 所以佛菩萨试的就是每一天 遇到境界 可以用啊 你也很清楚 急不来 冰冻三尺非一日遮寒 我现在虽然帮他 但是不能超之过急 不然试得其凡 所以我很有耐性 叫普代众生受苦的 那我要帮他呢 我先以身作则 不然他会不认同 叫威夷住持有责得 那我们随时清楚 我都要给孩子好的影响 这也是面对境界情况 不能给他不好的影响 那他有犯错的时候 孩子有犯错的时候 我不发脾气 我柔和直指设身的 柔和和言爱意 劝欲侧净 他错了 他很不好意思 你不止没发脾气 还好好的跟他讲 他就感动了 好 教育 百年数人 这个不能亚苗助长 这急不来的 古代众生受苦的 要很有耐性 就像 我们教孩子弟子规 所以 这每一句 我们也是要 威夷住持有责得 要以身作则 他有跟他不相应的地方 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如何直指去提醒他 陪伴他 很有耐性 母代众生受苦的 陪伴他 他养成习惯 所以菩萨士德 就是我们的生活工作 主事待人接物 这个 不是佛法 不离生活 应该是佛法 就是生活 就是工作 就是主事待人接物 我们 晚上还有交流 假如大家有说 我觉得佛法这一句 用不出来 没有办法落实在生活 那我们可以讨论 我没有听过老和尚说 这一句做不了 我们不能自己乱想 但是可以提出来探讨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